加减法小算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算 今天是暑期的第一节课 可以说我们小朋友目前对于书本上知识的快速理解 非常容易造成脑力胜移现象 所以暑期真可谓是学习的黄金时期 宝贝们 希望大家跟着乐乐老师 共同度过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暑期学习过程 好了 说了这么多 网络学习呀 与面兽班的学习有所不同 所以呀 乐乐老师首先先要来啰嗦几句 我们网络学习的基本要求 说完了网络学习的基本要求 宝贝们 乐老师还是要来说一说我们的学习方法问题 目前呀 有很多小朋友特别容易走两个极端 哪两个极端呢 一个就是光想不写 老师在年兽班也是如此 很多小朋友觉得自己特别的聪明 说老师这个题根本不用写过程 那答案直接就出来了 注意了 如果你是这样的一类小朋友 那么以后到了高年级可就吃亏了 往往呀 会导致你的思路比较的凌乱 所以我们小朋友千万不要走这样的一个极端 那宝贝们赶紧来猜一猜 另外的一个极端那就是太棒了 光写不响 对吧 好了 同学们 拿到一道小题 尤其是计算的题目 不要着急去做 先来观察一下 想一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 比较的简单 对吗 磨刀不误砍柴工 就好像我们小朋友你在写作文一样 那么如果这头没开好的话 后面是不是也不能写好了 没错 所以呀 宝贝们 千万不要走这样的两个极端 乐老师希望大家跟我学习呢 能够养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习惯 好了 咱们今天呀 要讲的是速算与巧算 好 那么速算与巧算 乐老师总结一下 他呀 逃不过这三点核心 哪三点核心呢 第一个 那就是整比三好 如果乐老师啊 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准备了宝贝 请问100加300等于多少 哇 速度特别快 对吧 那我再问你256加357 有一些同学说了 老师 我都没听清楚 满脑袋全都是心灵 好吧 很显然 第二道小题呀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要比第一道小题用时长一些 所以呀 我们在学习速算与巧算的时候 特别喜欢这整的 整比三好 好了 再往下 那就是小比大好 我们呀 在计算那些较小数的时候 不太容易出错 第三点呀 宝贝们 咱们暑期要讲到成法 记住了 成比加好 现在先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我们今天主要呢 来说一说上面的两点内容 好了 宝贝们 准备好了吗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立题吧